林飞露是在成婚第五年有身孕的 对于怀孕这件事 她一直持着顺其自然的心态 毕竟这个时代避孕措施不好做 一切只能听天由命 不过她偶尔还是会在心里偷偷念叨 老天爷你可千万别让我太早怀宝宝啊 让她多享受几年的两人世界吧 老天爷似乎真的听到了她的心愿 于是这个孩子在满宫期待中来得算迟了 因为陛下只有这么一位皇后 所以满朝文武百官以及大宋百姓 多的目光都锁定在林飞露的肚子上 这些年有关永安公主的风言风语 早已在宋金兰的铁血手段下消失殆尽 现在大家对留有大林皇室血脉的皇后 生下皇储这件事已经毫无意义了 大家只希望她早点生 快点生 生个储君下来 大家趁着宋国正直巅峰 陛下正当壮年 百官欣欣向荣之际 好好栽培这位储君 这几年临宋两国慕邻友好 前些年大林的皇帝还来宋国都城拜访过 没有谁不热爱和平 以此发展下去 哪怕今后陛下退位 留着大林血脉的皇储继位 两国繁荣仍可延续下去 百年和平 在这个时代实在太可遇不可求了 大家伸长脖子等啊盼啊 终于在这个冬天 等来了皇后娘娘有孕的消息 满朝官员看上去 比当爹的宋金兰还激动 林飞路在请太医来看之前 就隐隐有预感 其实也没什么预兆 她经期推迟是常有的事 没有孕吐 显怀就更不可能了 但她某个早晨天还没亮时 突然醒来 就有种自己有了的强烈直觉 宋金兰还睡着 手臂搂着她的腰 呼吸一下 又一下轻轻扶着她的睫毛 林飞路躺在她臂弯 用手掌按着自己的小腹 过了一会儿 拿鼻尖去蹭她的脸 宋金兰紧了紧手臂 把人往怀里按了按 睡声沙哑 怎么了 林飞路声音严肃 小宋 我怀疑你要当爹了 宋金兰缓缓睁开眼 两人大眼瞪小眼 片刻 宋金兰迅速起身 披上单一走到门口 沉声喊 天东 天东在门外应了一声 宋金兰说 宣太医 于是天不亮 太医就一路小跑 来到了临安殿 给神情严肃的皇后娘娘把脉 林飞路的直觉得到了证实 她确实有了 才一个多月 脉相平稳 太医喜不自禁 连磕了三个响头 就下去开安太药了 林飞路盘腿坐在床上 低头看自己平坦的小腹 有点愣 又有点迷茫 还有点莫名的期待和开心 宋金兰眼门走过来 摸摸她脑袋问 还困吗 林飞路顺势打了个哈欠 有一点 她抱着人躺下来 轻轻俯拍她的后背 那继续睡吧 林飞路在被窝里摸了摸 摸到她的手 然后抓住她手掌 轻轻按在了自己小腹上 用小气音问她 开心吗 隔着一层薄薄的衣服 她掌心滚烫 低下头亲了 亲她凌乱的病肩 很开心 林飞路感觉自己睡不着了 换了个平躺的姿势 把她的手和自己的手 都按在小腹上 声音有些雀跃 小宋 我们给她 她取个什么名字呀 宋金兰还没回答 她又说 你猜是个男孩 还是女孩啊 你喜欢男孩 还是女孩 她笑着 亲她眼睛 亲她鼻尖 亲她弯弯的唇角 都喜欢 都好 林飞路想了想 继续雀跃地问 如果是个男孩 小明就叫宋小兰 女孩就叫宋小璐 怎么样 她忍不住笑起来 好 皇后有孕 成为今年最大的喜事 林飞路身体好 胎儿也生长得很好 她虽然是第一次怀孕 但当年 有个姐妹怀了孕 她陪着一起 去上过几次课 知道孕妇不应该一直躺着 适当的运动和瑜伽 反而更利于胎儿出生 毕竟在这个医疗器械 不健全的时代 生孩子 是件很危险的事 于是 永安宫的工人们 每天就心惊胆战地 看着皇后娘娘 在垫子上 做出各种奇怪的动作 别的女子怀了孕 恨不得十个月 都躺在床上才好 自家娘娘却这么折腾 工人们又怕又担心 松雨劝不住 偷偷跑去找宋京兰 然后林飞路就给赶来的小松陛下 上了半个时辰的孕妇瑜伽课 她早知她柔韧度好 又听她说得头头是道 不由好笑 虽然相信了她的说法 但为了保险 还是在去请教了太医 太医虽是第一次听说什么瑜伽 但结合医学理念 也给出了无害的结论 宋京兰才彻底放心了 不过因为身孕 这个年就不能再去秦山 跟大家一起过了 林飞路给林婷去了信 之后就收起了好耍的心思 安安心心在宫中养胎 不过养胎的日子并不闷 宋京兰知道 她很喜欢看画本小说 便请了林城中的一个西班子 进宫来演给她看 于是林飞路就过上了 每天看真人版连续剧的幸福生活 她闲得无聊 还把射雕英雄传给写了出来 对于一个看过所有版射雕影视剧 还不止看了一遍的人 莫写大部分经典剧情和台词 简直轻而易举 写完剧本 书上金庸老爷子的大名 她把林城中所有的名角都叫进宫来 再挨个选拔演员 然后把本子交给班主 每天看她拍戏 大家什么时候见过这种白话剧本 故事还如此精彩 表演形式惊奇 戏剧冲突强烈 又十分具有观赏性 于是金庸老爷子的名字 迅速响彻林城文曲界 后来大家都知道 宫中有一位画本大佬 是皇后娘娘的运用画本大师 林飞路在怀孕期间 好好过了一把导演编剧加制片人的影 当然胎教也没落下 每天都让宋京兰对着她的肚子 弹琴吹销读四十五经 万众期待之中 第二年秋天 宋小兰出生了 林飞路生产十分顺利 宋京兰提前备好的 针对各种危险情况的太医 以及民间大夫都没用上 产婆进去一刻钟之后 房中就传出了婴儿啼哭的声音 也是因为皇后娘娘这个先例 后来孕妇于家推行到了民间 女子在怀孕期间增加适当锻炼 一定程度上减少了 林宋两国女子生产时死亡的几率 本来就因为和亲 而被百姓称为活菩萨的林飞路 又一次无形中增加了自己在民间的声望 当然这都是后话 宋小兰刚生下来时 是个红红嫩嫩的丑猴子 林飞路第一次见到刚出生的婴儿 第一眼就感觉自己被丑到了 她气都还没喘云 差点哭出来 对坐在床边握着她手的宋金兰说 怎么这么丑啊 是不是变异了呀 宋金兰 还在墙堡中的宋小兰哭声更大了 刚出生就被母后嫌弃 长得丑的宋小兰发愤图强 终于在半个多月后 便好看了 小婴儿听到店外传来脚步声 还有母后身上熟悉的奶香味 一时间睁大了眼睛 小手无意识在空中晃着 她终于变好看了 母后这个要夸她了吧 连杖被掀开 女子俯身探进来低下头 一大一小对视了半天 林飞路尖叫 松雨 我的丑儿子去哪了 这是谁的孩子 为什么躺在我丑儿子的摇摇床上 宋小兰 小婴儿满月之后 五官和肌肤就都慢慢展开了 白白净净 黑眼红唇 可爱的能把人的心萌化 她平时还是很高冷的 虽然不哭不闹 但宫女摩摩们逗她时她也不笑 只有当林飞路在时 小婴儿就会做出各种 猛死人不偿命的可爱表情 林飞路五心 啊 我儿子太可爱了 啊 好可爱呀 宋小兰对此很满意 她就喜欢看母后被她可爱到的样子 宋小兰跟她父皇长得很像 眉眼就像是一个母子刻出来的 但她的脸型和唇形随了母后 所以五官显得更为可爱柔和一些 等到她会说话的时候 每天问林飞路最多的一句话 就是母后我可爱吗 林飞路斩钉截铁 宋小兰是这个世上最可爱的小朋友 宋小兰看了眼旁边低头批乐奏折的父皇 又爬到林飞路怀里抱着她脖子 凑近她耳边偷偷问 那是我可爱还是父皇可爱 林飞路说 当然是你啦 她也凑在她耳边偷偷说 父皇是不可以用可爱来形容的 她是英俊帅气 正在披折子的宋京兰抬头看过来 朝自己儿子缓缓笑了一下 机智的宋小兰从父皇的笑容里 察觉出某种意味 于是正在识字的她 开始查阅可爱和英俊帅气的区别 查完之后发现 英俊帅气不仅比可爱多了两个字 夸赞成分也比可爱更重 这本书不知道是谁写的 上面居然还说当你不知道如何夸一个人时 就夸她可爱 这太让人委屈了 原来母后一直夸自己可爱 是因为她找不到别的夸奖词了 宋小兰气愤地哭诉 我再也不要可爱了 于是林飞路就发现 萌萌哒的奶团子 成天都摆着一张小脸 小摇杆挺得笔直 也不 穿她给她做的那些小恐龙皮卡丘衣服了 宋金兰做什么 她就在旁边神情严肃地跟着学 穿跟父皇一样颜色的衣服 书一样的发型 宋金兰瞄了一眼旁边缩小板的自己 斜着身子用手指指额头 宋小兰立刻照做 结果因为身子和手臂太短 实在是够不着 一头从床上栽了下去 摔得哇大哭 宋金兰吃了一声 在林飞路冲过来之前 伸手把奶团子捞起来 放在自己腿上 单身问 你做什么呢 宋小兰抽抽答答说 我 我再学父皇 林飞路走到来 擦擦她脏兮兮的小脸 为什么要学父皇呀 宋小兰看看父皇 又看看母后 越想越委屈 养着小脑袋嗷嗷直哭 我也想像父皇一样英俊帅气 可是我根本学不会 呜呜呜呜呜 这太难了 我今天看起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